欢迎回到港东新闻 我是王杰士 那么为您报道一则宗教盛事 刚刚经历过八八封灾的 齐山天后宫 这个月将会举办一场 大型的建教活动 而台湾的五大妈祖宫庙 也会难得的聚守齐山 而且会举行绕境活动 希望天上圣母 能够庇佑当地的民众 而接下来的九天半 齐山的民众还会响应吃素 少见的在庙城搭建帐篷 开记者会 齐山天后宫 由建教委员会主委陈启明 与总干事吕德惠宣布 齐山地区从12月17号开始 将有全台难得一见的宗教盛事 要登场 这个要来参加这五大师 就是我们台湾最大的妈祖 的那个妈祖的供典 尤其是这些来参加的这个妈祖 每一尊就是都骨骨骨的 都是两三八年的历史的 原来已经有三百一十二年历史 被列为高雄市二级古迹的 齐山天后宫 因为经过重新整修 魁为近五十年要遵循古礼 再次举办建教大典 系列活动持续到明年元月二号 其中以12月22号当天 联合大甲镇兰宫 陆港天后宫 新港奉天宫 台南大天后宫 离港双祠宫等五大知名宫庙的 天上圣母寻寿绕境 最受瞩目 特别的是过程中 还有长达九天半的时间 齐山境内全改吃素 从10月24号到1月2日 102年的1月2日普渡 当天的中午我们才开运 所以我们齐山的富民 我们还有我们的商家 大家都很配合 他们都自动的知道我们天后宫要建架了 所以大家都自动要放弃这个假车 然后大家都要夹手 而且我们这个鸡鸭 鱼的瘫痪鱼商 卖鱼卖肉的卖鸡卖鸭的 他们也都不停止九天的营业 那么他们现在就改卖素食便当 妙方表示居民多数乐意配合不杀生做功德 也欢迎各地信众踊跃来参加祈福 希望妈祖娘娘加持庇佑 已经从八八风灾中重振站起来的 齐山地方免于灾难 港东新闻物之友王少宇采访报道